青海发现4000年前的面条 2002年11月在青海省明河县拉家遗址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个不漆眼的陶碗 但是当它们翻开碗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世界上第一碗面条青海造面条起源于2000年前还是3000年前面条 发明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争议的话题中国 意大利及阿拉伯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主持发掘我国昭明的青海省拉家新石器遗址时 在其家文化的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只道质的陶土碗 一碗淡黄色的面条竟然在青海大地上安睡了4000年 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考古界这碗非同寻常的面条 成为世界上第一碗面条时 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证据沉睡了4000年的面条在青海漏处 方说近日我们走进了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采访了考古研究员蔡林海 蔡林海是当年发现青海省赖家遗址第一碗面条的见证 这之一他告诉记者 2002年11月在一诊的20号房间 发现了这只导购的碗 他和其他考古人员一起将这只碗和土一起取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将碗拿起来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细细的蛋黄的根系状物质 当时不能确定这是一碗面条根据考古经验 蔡林海在第一时间拍了照片 用保鲜袋将这碗面条密封起来 等待考古队长从北京回来汇报情况 2002年乃家遗址考古现场青海省乃家遗址是由灾难性地 震和洪水泥石流摧毁的属于齐家文化的聚落遗址 考古发掘出大量灾难环境下被埋藏的人体骨骼 陶器 玉石和动物骨骼等灾害性事件 造成了泥沙快速堆积 掩埋 密封 得以保存的那家遗址中一个城有面条的陶宛 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录中 中国的文献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 但在没有文献记录的是前世纪 古代人类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 是用什么材料和方法制作的一直是个谜 这主要是由于面条疾难长期保存缺少可考证的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从1999年就开始在辣家遗址 进行科学考察了辣家遗 是4000年前在一次地震中被掩埋 这是当时的文物 生活场景及人们被埋掉 4000年后科学家开始发掘遗址 2002年豪谷发掘出土的这个桃碗中的面条 不仅提供了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证据 也为利用纪念来发展起来的直规体分析 淀粉壁分析 分子标志物分析等方法 研究古代面条成分 以及利用传统方法 重现古代面条的制作工艺等提供了 难得的基于考古学家 从2004年冬季开始搜集资料 进行观察研究 他对这些出土的面条的形状 成分工艺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采集了很多大麦 小麦和古物的样本 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 令他十分惊奇 因为面条并不是由麦子做成 而是由小米合成的 小米是没什么粘性的 怎么可能做成面条呢 这是考古学家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 什么样的工艺 能做出如此细长的面条木 钱我们尚不明白 还需要进一步考就4000年前 用什么方法制作面条 4000年前的人们吃什么 这是许多当代人总想知道的一件事 而因考古专家在遗址里发现的这种小米面条 保存完好考古专家 告诉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可以通过模拟复制这种面条 让当代人体验一下古人的饭食 由于面条极难保存 长期以来缺乏早期面条的直接证据 古人何时何地 发明了面条是用什么方法制作的 一直寻而畏 然而小米面团粗糙 易碎拉伸性差 无法用制作拉面的方法做成面条 有限于此研究者经过多次模拟实验 在吸取民间垂杂 烫面增加粘性的知识基础上 利用传统和乐面制作工具 借鉴几家糊化凝胶成 行方法在没有添加任何增年纪的情况下 成功模拟制作出长度达一米糖以上的 小米面条从而证明 小米是可以制作面条的小米面条 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创新 成果为世界饮食文化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